巴黎奥运会即将正式盛大举办 中国女牌于7月21日抵达法国巴黎 目前蔡冰带领球队正在场馆内做适应性训练 朱婷 袁新月 李莹莹等13位球员都在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中国女牌本届奥运会的目标是拿到奖牌 蔡冰带领中国女牌将会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中国女牌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 当时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不过中国女牌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遭遇失利 小组没能出现后无缘争夺奖牌 郎平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卸任主教练职务 中国牌鞋经过半年多的选拔研究 最终确定蔡冰担任中国女牌新一任主教练 蔡冰上任之后着手组建了全新的国家队阵容 确定了李莹莹 袁新月 龚翔宇 刁林宇 王元元等人为主的新团队 蔡冰带着全新的中国女牌经历了2022年世界女牌联赛 女牌市井赛 2023年世界女牌联赛 2023年亚运会女牌比赛 2024年世界女牌联赛等重要赛事的洗礼后 蔡冰选拔出了参加奥运会的25人阵容 其中还先后迎来了王孟杰 朱婷 张长宁等老将的回归 最终确定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13名球员 主公朱婷 李盈盈 张长宁 吴孟杰 副公 袁新月 王元元 高益 接应 龚翔宇 郑一新 二传 凋零宇 丁霞 自由人 王孟杰 皮卡 庄宇山 蔡冰精选的这套阵容涵盖了老中青三代球员 既有朱婷 张长宁 袁新月 龚翔宇 丁霞五位参加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 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两朝元老 也有李盈盈 王元元 王孟杰三位参加过一次奥运会的中流砥柱 同时更是给了高益 庄宇山 郑一新 吴孟杰等人机会 共同构建了当前中国女排参加巴黎奥运会的阵容 虽然蔡冰的这份名单也受到了一定的争议 但是总体来说也代表了中国女排当前的最强实力阵容 目前中国女排已经在巴黎的场馆内开始了适应性训练 蔡冰对中国女排目前的总体状态表示满意 朱婷 张长宁 李盈盈 袁新月等球员 也都在场馆内认真备战 大家心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一定要在巴黎奥运的赛场上争取奖牌 中国女排在本届奥运会和美国女排 塞尔维亚 法国女排分在同一小组 按照规定 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可以出现 因此中国女排必须力争在横扫法国女排的同时 一定要争取拿下美国或者塞尔维亚女排才有出现的机会 假如中国女排没能击败美国和塞尔维亚女排 但是只要尽可能地争取胜局 最终也有希望一位出现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总之中国女排必须全力以赴争取美一分